1分钟命理讲座 今天跟各位介绍 1分钟命理讲座 头顶气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在讲的就是 我们人假如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头不要有气场的流动 所以像我们实际上睡觉的时候 冷气一开 冷气直接吹的头 当然不好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们的头是在吸气的 我们放气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头在吸气 身体用过这些气会散发出浊气 他是由手脚 手脚这边出来的 所以假设你在睡觉的时候 头在吸气 刚好冷气也直接灌了头 这样子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在这样的话 全身一定不舒服 不健康 同样的 你的头顶窗 头顶窗 窗是散气的 结果你要吸气 他一边吸气一边散气 你这样睡觉的时候会怎样 睡得不安稳 你越睡 有的人会越睡 越怎样精神不好 就是因为他在睡觉的时候一直在散气 所以各位要清楚一点 在睡觉的时候 头不要有气场的流动 各位要记得这一个 不然的话都会造成在睡觉上 让自己怎样 处于一个身体不好 运程不好的一种状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